接着再带您看到的是 松原的外环木栈道年久失修破损不堪 那么先议员张美惠在今天 是邀请了文化局到现场会堪 希望县府能够设法编列预算 或是向中央来争取专案预算 修复这一条长150公尺 兼具环境美观生物生态 以及休闲运动的松原木栈道 长150公尺的松原外环木栈道 经过风吹雨淋变得破损 为了安全以及用木片遮挡 禁止民众进入 现员张美惠31号邀请到文化局到厂线刊 希望县政府能够设法加以改善 大概有五六年年久失修 可能在经费上的争取上 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点 没有修但是这个漂亮的风景 就因此没有办法被使用被修气到 我们觉得很可惜 那也有民众反应 那希望这个木栈道环松原的木栈道 能够尽快的能够修复完成 因为这里也是生态丰富 不过这些年久失修 那木栈道都已经崩坏了 所以这个危险性 也会让这边任养的民生社区的志工 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跟顾虑 所以整个都连带的影响到 它整个可能被环境维护整理的 这个景观清洁程度 那还有这个修气的品质也受到影响 那我们希望花莲县文化局这里能够也加码进的 来找经费来争取经费 那我们一起协力 让这里整个松原地区的一个整个整体的 除了在计划案的执行之外 那整个修气的空间 修气的品质 修气的木栈道 能够让整个规划案所呈现出来的品质 让更多人可以来去体验跟享受到 文化局长张岳成表示 虽然文化部核定了三年2.24亿元的太平洋历史廊道经费 不过这条木栈道并不符合修缮标的物 因此无法使用这笔预算 而修缮这条木栈道的经费必须要五六百万元 县政府必须设法寻求经费来源进行修缮 环松源这个木栈道实际上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 也深受我们市民的喜爱 但最近五年因为一些台风 还有一些风雨的关系有些损毁 大概在三年多前 我们就已经有规划要做整体的重新的改建 不过金额高达五六百万 所以我们就暂时就 后来做一个细部的规划 就要抽换其他坏损的这个木料的时候 大概也有一百五六十万的金额 那那时候因为文化局的经费并没有到位 那月城上任以后 也很感谢我们花莲县张美会议员最近的指示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现场的勘察 的确这个地方真的真的非常美丽 那木栈道的腐朽也非常非常厉害 那我们花莲县文化局愿意在我们议会的帮忙之下 我们把这个预算来筹组到 然后配合我们中广这个电台的重新的一个新面貌的整建 能够让这个区块能够变成我们观光的一个亮点 新元张美会表示 如果地方政府预算不足可以向中央来争取经费 提报计划携请中央级的民意代表协助争取 才是建设花莲的最佳方式 借旅会幻视报道 我们的区块能够变成我们的那个平台的 都是区块能够变成我们的某区块能够变成就是 白格能够变成我们的某区块能够变成我们的某区块能够变成我们大计创 然后再直接找通然后俄约